第25题 由实验室中取一白色固体物质 试验结果有下列性质 甲为溶于水 且水容易温度上升 以红色与蓝色水质值检验均成蓝色 并通入二氧化碳会产生白色沉淀 则该白色固体最可能是下列合者 因为溶于水温度上升放热 所以就不会是硝酸甲 硝酸甲溶于水是吸热 红色跟蓝色水质值检验均成蓝色 表示要碱性 所以答案就不会是氯化钙跟硝酸甲 这两个基本上都是中性 那么通入二氧化碳产生白色沉淀 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会产生白色沉淀 就是碳酸钙 那么我们的石灰水是氢氧化钙 所以我们就知道答案是B 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 则该白色固体最可能是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 轻氧化钙